口感爽脆的猪蛇又来了哦 今天我们用这个香气独特的沙姜 配上它来做一道下韭菜 大家记住啊 这个沙姜我们只需要把泥巴给洗干净就可以了 那个皮不要去掉 我们这边买的猪蛇都是连带着这个喉结的 这个喉结我们把它切出来留着煲汤就好了 然后现在这个拿去煮一下 锅中烧开水 把猪蛇放进去给它烫上两分钟 烫一烫主要是为了去掉它这个外衣啊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把它夹出来拿去刮洗干净 这个外衣啊 我们是一定要给它刮掉的 要不然它会有一股腥烧味 烫过之后它就很简单了 倒轻轻一刮它就掉了 好 白色的部分全部给它刮干净的就可以了 用清水给它冲一冲 猪蛇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啊 它就是这个毛茸茸的味蕾了 这个还是要把它去除掉啊 要不然看起来会有点影响食欲啊 好 丢掉不要 厚的地方分开来切 它这里有一点点的脆骨啊 这边就直接切就可以了 把它片成薄片 不要太厚啊 切好的猪蛇直接放入大碗中给它调味腌制 往里面调适量的盐 白糖一丢丢 生抽一勺 少许的蚝油 白酒一小盖 先用筷子给它拌均匀 拌好后往里面调两小勺的生粉 再次给它拌均匀 最后我们再给它封一点花生油进去 好 稍微搅动一下 换一边腌制十分钟让它入味 另外我们再来切点料头 姜葱蒜里 把姜切一切就可以了 葱头和蒜可以不切 最后我们再来剁沙姜 这个沙姜啊 我们要给它剁细腻一点啊 等一下要每一片猪蛇都沾上它 我发现还有好多网友啊 不知道这个沙姜究竟是什么姜来的 其实它有很多种叫法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字 有叫山奈的 有叫凉姜的 我们这里就叫沙姜 好 把它剁成这么细腻就可以了 剁好的沙姜末 加到猪蛇上 再次给它拌均匀 多给它搅拌一下 让每一片猪蛇都给它沾上沙姜 那样吃起来才过瘾哦 取一个小砂锅 烧至冒烟后淋点油进去 先放入姜粒 把姜粒的香味爆出来 爆香后再放入葱蒜粒一起把它们炒香 炒香后再倒入我们腌制好的猪蛇 快速的给它摊平哈 尽量摊平一些 摊平摊开后 我们再把锅盖盖上 直接用中火给它焗五分钟 做这道菜 我也把它焗得干深一些 吃起来才又爽口又过瘾 五分钟已经过去了 我们往锅边给它淋上点高度白酒 给它去清蒸香 接着给它焗多一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关火 哇 太香了 最后来上少许的葱花给它剪缀一下 一道香气飘满屋的沙姜焗猪蛇就做好了 这样焗出来的猪蛇爽口入味 沙姜所有的香味闻着都让人陶醉呀 朋友们 这样的菜你们爱了吗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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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